这是Lash,我名称稍微都有改了一下 用Nand的Lash,还是一样这张图 但是我们有Dump成Lash.VCD这样的一个档案 而且我们是每50耐秒去做改变 然后用01,11,10的顺序来做模拟 就跟刚刚的模拟顺序不太一样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我把这一个 这一个档案 就直接覆盖掉刚刚的好了 直接覆盖掉刚刚的Lash 新增一个 好,叫Lash3.V好了 Lash3.V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抱歉,是3 好,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执行结果 S bar 0,R bar 1的时候Q会是1 因为 S bar 0代表S是1嘛 所以就是Q会是1,是设定乘1 好,所以这个结果应该是符合预期 那接下来 因为我们有输出成这种VCD档 我们可以把它拉进 拉进了一个 GTK wave去看 Lash3 刚刚那个Lash.VCD 我们没有改名字 Lash.VCD 这里 把它拉进来 那一样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这些 然后把它插入 插入 插入 你可以看到它的结果 就是 S bar和R bar 一开始红色的部分代表还没设定 所以是插 然后接下来呢 这确定是0 这确定是1了 然后 Q你会看到 它 一开始是1 然后 后来呢 到了 这里 S bar拉上来之后呢 它还是1 但是R bar下去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0 那这个是标准的一个 Name的双锁器的一个 没有延迟的 图 那如果你在Vlog里面没写延迟的话 它预设就是没有延迟 也就是延迟会是极小 那 刚刚 有了 这样一个 一个 Name的的双锁器这部分之后 如果我们在前面再加上 一组 两个的Name的 就可以加上一个enable的控制项 enable的控制项 就可以控制说 我现在这个 这个 双锁器是不是要可以设定 或者不能设定 可以重设设定 或不能设定 那通常这种有enable的 双锁器才真的叫正反器 那 透过这样的图 我们就变成我们刚刚设了一个lash lash是这部分 这部分 那我们现在再加上一个enlash 其实就是在加上这部分 所以我们是用 用 两个Name的杂 再加上刚刚的lash 形成一个真正的有enable的双锁器 那 接下来再对这个有enable的双锁器进行测试 那我们的测试方法也是很类似 只是 我们多了一个enable 所以enable一开始设1 后来设0 然后不断循环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 这个我们就叫enlash enlas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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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拉近了 好 存档一下 然后编译一下 enlash enlas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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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情况像吃下 enable enable Julian 所以是不确定的情况,0或1都有可能 到了50nm的时候,Enable被设成1了 但是这时候其他都还没有,因为S和R都还是X X就是还没设定,所以一开始状态是不确定的 然后到了100nm的时候,Enable是1,S是1,R是0 S是1就是设定,所以它就会把Q设成1了 接下来在150nm的时候,S是0,R是0 这时候会维持不变,也就是原本Q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到了200nm的时候,S是0,R是1,这会变成Reset 那就是Q会变成0 所以大概这个状态,比起我们刚刚的那一个顺序 应该会更容易看一点 那这个刚刚原本各位大概执行过上一个 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讲,但是你待会可以自己再试试看 那同样的,我们把它拉到那个GTK Wave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情况,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那也就是,我们会看到这里Enable 只有在Enable是1的时候,它这个Q才有可能会改变 Enable是0的时候,Q是不可能改变的 只有在Enable是1的时候,Q才有可能会改变 OK,像这里有改变,这里有改变 都一定是在Enable是1的时候 那这是,这一个有Enable的Lash,EnLash 那我们的程式既然有这一个输出到 DumpFile到EnLash.vcd,我们把它抓出来看 抓出来在这里 我们把它抓出来看一下 EnLash.vcd,抓出来看一下 还没抓到 EnLash.vcd,记得我们要先取出你想观察的线 那我们想观察的线大概就有S,R,E,N和Q S,R,E,N和Q,你看到S,R,E,N,Q 那只有在En是1的时候,Q才有可能会变化 En是0的时候,Q是不会变化 En是1的时候,Q才有可能会变化 好,那这是,这是用那个GTKWave来看我们的线形 好,那这是有关于,有关于有Enable的正反器 电路图,如这个 那这边叫做Lash,那这边叫做EnLash 整个叫做EnLash 好,那接下来我们刚刚看过的那个脉波变化 脉波变化侦测器 脉冲变化侦测器我们再看一遍 这里有 有延迟2nm 那这边基本上程式应该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 我们 一样执行一下 PTD 好,那它执行结果像这样 这样其实你不容易看 因为用那个图会比较好看 所以我们已经有输出到这个PTD VCD了,我们把它抓出来看一下 好,PTD.VCD 好,那这里是PTD 好,那这里是PTD 我们测试的时候我们是用比较平的 因为我们因为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原本用只有 10奈秒,所以看起来比较平 那现在用50奈秒 所以看起来就比较尖 那你可以看到这样子脉冲 看起来就很漂亮 好,OK 那这是脉冲变化侦测器 那这是脉冲变化侦测器 Post Detection Post Detection Circuit 應該叫什么 Post Transition Detector Post Transition 就是脉冲转换侦测器 好,那结果 OK,这个上面的图 这里我有拉 我刚刚只拉CLK 和PPost 事实上还有NCLKD 和NPost 这边也都拉上来 好,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组 边缘触发正反器 那请各位先把前面这几个 执行完 我们再来看边缘触发正反器 先把前面几个 通通都执行一下 包含刚刚的边缘触发 主要的是这个EN Lash EN Lash 有Enabled Lash 这是现在新的 所以各位如果 刚刚两个都执行过 你可以执行一下 这个有Enabled Lash 然后看一下它的图 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 之后我们再来看 怎么样用这个脉冲侦测电路 来做 做那个记忆的动作 边缘触发的记忆动作 边缘触发的记忆动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